口罩可为我们隔绝脏空气 降低病毒感染率 台湾经历过SARS、H1N1、禽流感等疫情考验 而邻国韩国今年也爆发多起MERS病例 再加上中国沙尘暴的威胁 使国人对口罩的需求和品质大幅提升 传统棉布和铺棉的口罩主要用于保暖 但容易潮湿产生细菌与异味 更无法阻隔病剧和引起肺部相关疾病的PM2.5为例 而彰化口罩达人郑永柱先生 深感口罩之重要 激起他改良传统口罩的使命 在过去几年我们有过SARS、H1N1以及今年6月韩国爆发MERS疫情 所以口罩的需求跟重要性就大幅的提升 特别是最近我们台湾以及大陆 尤其华北地区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创意生活馆将直接成为我们国人 防疫、防尘、知识以及休闲旅游的新选择 靠十多年的研发经验 创造出许多适合各个客户需求的口罩类型 例如可呼吸顺畅的超立体型气密式防护口罩 折叠型N95口罩、吸水面罩、护目口罩、抗病毒奈米口罩 天然香氛钻石型口罩等优质产品 我们获得了八大国际发明掌 二十几面金牌 国家创新发明奖 以及今年的精品奖 郑董事长发挥教育与关怀的热忱 将口罩制成公开透明化 创办了亚洲第一座 以口罩为主题大型观光工厂 让全台湾的朋友们全面理解口罩的生产过程 由于口罩在我们现代的生活日益重要 所以我们创办创意生活馆 希望把口罩的有关知识生产过程 充分地来展现 2014年开馆至今 屡获外界好评 将台湾在地优质产业 越上国际舞台 吸引更多人加入参观郑董事长的工厂 在今年八月 荣获优质优良观光工厂的肯定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荣获我们的这一届的优良观光工厂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颁奖 我们前国的这些朋友 知道有一家这样子亚洲独创的 优良口罩观光工厂 除了大货观光局认证 为了可创造更棒的口罩产品 今年郑董事长和美国迪士尼合作 制作出可爱的立体型卡通肖像运花口罩 让专卖柜上的产品销售一空 大人小孩皆喜爱 过去华欣实际上他为我们的健康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他在成就上也非凡 这个工厂跟美国的工厂不一样 这个工厂像我们的钻石工厂 它的口罩做出来就是像我们的钻石品牌 事业有成之后 怎么样思考下一阶段台湾经济的转型 我想的观光工厂政策 在台湾的产业政策里面 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成功的一个政策 走进去那种自动化的生产 对于教学教育非常有意义 这种自动化的学习会给他们产业升级的概念 健康生活营造上亿美金商机 MIT优质口罩早已横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 孩子们再次体验好玩的彩绘 与空屋知识大决斗 郑董事长达成梦想中的创新工厂 并将超立体钻石型口罩相关产品 推上最高峰 我们透过这个圆花把它成为一个像口罩类的LV 在全世界发光发亮 MIT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ayyy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